我这个楼上的厕所 这里有一个小的储藏间 正下方就是小朋友的卧室 他有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说 楼顶上有声音 我觉得可能是老鼠的脚步的声音 这里面好黑啊 要不要拿一个手电筒看一下 看一下 好小一只 好新啊 哇天呐 今天收到了两个包裹 嗯 这个上面小的是日本来的 下面这个是我买的欧洲的一个网站 现在我拆开看看都买了些什么 这个是保暖的裤子 这些了 极暖 是上衣吧 很好穿 我很喜欢 这个是龙脚伞 嗯 有时候喉咙会不舒服 好像买了三道 这个是桃子味的 哦 这个是面膜 面膜我还是挺需要的 特别是秋冬天 冬天特别干燥 哦 这个也是一个发热的连裤袜 北欧这边的裤袜都挺薄的 买不到这种急发热的 这种没有 这个是给小孩买的乳酸菌 橘子味的那个喉糖 后单买的这个洗衣机的清洁粉 嗯 不知道这个效果如何 我之前用的是韩国的一个 当时很早以前从国内带回来的 但是感觉洗不出这些黑黑的东西 换一个日本的试一下 所以只买了一道 这个因为我睡眠不好 所以它这个是可以睡之前喝的 改善一下睡眠质量 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这种药类的东西也不敢瞎买 所以就买了一盒 这个应该是彩妆 这个呢是我买的一个发热睡衣 嗯 之前买过一个连体的 但是连体的上厕所特别麻烦 超舒服 要叫woman's secret 舒服的不要不要的 它还有浅蓝色和灰色这种搭配的 但是我买了一个这种烟粉色和白色搭配的 这个上面是这种短毛的抓绒 然后下边就是这种长毛抓绒 而且又是这种没有帽子的 我还蛮喜欢 帽子每次靠着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然后还买了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也是经常断货 也是一个烟粉色的 就额头这个一圈是这种抓绒 看到吗 然后里面就是这种上面一层的针织的 这样显得头不会很大 我觉得等会试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如果好看的话我就不退了 今天购物分享就完了 一大一地的东西 又倒了个小包裹 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品牌 这个是它的一个帆布购物袋 这个是我积累了好多的小人 看他里面有新的 非常期待 哇哦真的是个新的 这个是个小银头发的 因为现在冬天 放在这儿 然后这个是很多人推荐的是那个B5的精华 它是这样包装的 因为我最近脸上有一点 呃换剂的过敏 而且我眼睛底下有个地方有一点湿疹 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tunner 就知道是不喷雾的 哎是这样包装的 做成喷雾的就好了 好 这个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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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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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